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邦小安姐 厨房是一个重油屋的地方 每次做饭的时候都会用到油烟机 那你知道吗 用吹风机吹一下油烟机会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用过的人都说好 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可以看到油烟机上有很多油渍和污渍 用钢丝球擦拭都很难清洁 那么下面就看看如何快速而轻松的清洁它吧 第一步我们需要准备吹风机 打开热风档吹油烟机上的厚厚油渍 因为高温可以软化油污 使顽固的油污可以快速的分解 接下来准备第二步调制清洁液 喷壶里装有40度的温水 然后在水中加入高浓度的白酒 再加入适量的洗洁精 最后呢我们盖上盖子将它摇晃均匀 看看它的效果怎么样吧 用调制好的溶液喷在油烟机上 白酒可以快速分解油渍 那么洗洁精也是有很好的去污作用 溶液喷过后上面的污垢自己往下流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效果 经过吹风机吹一吹再用溶液喷一下 油烟机就变得很好清洁了 用麻布擦过后呢油污已经基本上掉了 最后用清水再擦拭一到两遍 油烟机就彻底的干净了 效果不错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清洁油烟机的方法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非常适用呢 如果你想看更多使用器的生活面罩 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